大家好,今天是2月27日,星期二 應該是期始結算了,明天 因此市場會是暖暖的 再期次看看,每星期二都會有一個驗證聲明 今天亦如是,我想到了這麼久之後 有關方面對這件事就很正視了 所以昨天也公佈了,我們現在有一個APP 大家下載了之後,一有懷疑就打開 它就可以接通了之後就和你查 那個是不是騙子的來線 唉,應該一早就做了 唉,我投訴的東西已經是投訴了 但不知道是三年前,大家看這件事 看了一年多兩年了 為何要給這些騙子來做事呢 真正,有些人騙到過一億元的總共 這就是拿著香港人的財富來開刀 好,沒問題了,做事就好 做了事就好過不做事 再期次了 來看看,今天由於下跌 所以市場又不太好 唯一好的還是煤炭股 煤炭股呢 看到就是這樣了 5個項目,煤炭股,石油,天然氣,交通設施,半導體等等 好了,這些都升10%等等 這些都還有升4% 那麽不太好 好嗎,非常好 那再其次呢 就是天然蓋石油,這些 這些4毫子的一升 升了這個大約都不夠1毫子左右 那已經是升了27%了 那這些很小的 這些 中國海洋石油繼續上升 那再其次,我們看看 就是這個是電子的消限產品裡面呢 是海信家電,這個就是大家不要小看 真的很好 是,煤炭股這個也不要小看 真的很好 TCL 因為國內有這個機構說 調研它,推介它 所以又好了 那麽功勞股一直都說 這幾段時間要留意功勞股的 再其次,就是有些是半導體方面 上海復旦等等 這些等中心國際也有了上升 這樣來看 好了,那接著之後呢 這裡是看完之後好像就 咦,沒有了 好了,那接著看看就是 不是,先看了這個先 先看了這個 那今天的版塊上面 理商汽車當然是升得很多 那原因是業績好 這個就不需要再詳細再講了 那這個期指方面呢 又很簡單 那因為這個結算期值呢 前值呢就一定是這樣了 和和和拓拓 那最主要就是頂竿就試回下來 寶利加通道的中軸這裡 中軸這裡的時鐘呢 就大算是160 不過我又說估計不用160的 應該是160左右 我上面還是望183的 上面還是望183 是這個位置 183是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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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縮一點 就是這些位置 寫過來就是這些位置 183是這些位置 那下面呢,我們看了 這個就是 這個162就有支持的了 不需要下去 真的好不幸運就落到這裡 如果不是的話 就應該就在這裡 這樣上去 所以這裡呢 這個通道頂 這個大陣子175至173度 因為這個不是太平衡了 應該是175至173度 那就可以到這裡了 那不是175至173度 那其實現在這裡來講呢 我們會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它已經基本上 是守住在這裡的 破了回落 希望 那要起明天或者後天 就開始上升上去 那就好了 那明天的話 守住這些位置 那就好了 好 再其次我們看看 今天可以有什麼留意呢 深圳高速 留意深圳高速 這就有什麼 這就有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